家庭觀眾 你們本身有親身的詭異經歷 又或者你們有照片 甚至短片有不可思議的話 歡迎你們上載到我們社群 剛才已經看到我們兩位女隊員 已經哭得很淒厲 究竟她們看到了什麼 現在馬上去看 開鬼了 快點 冷靜…怎麼了 怎麼了 你快點過來 多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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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 看起來 好像有人在我背部吹我 阿摩, 你多點東西 好 阿摩鱷皮 神經病 我們走到水那裡了 走到水那裡 這裡別動了 現在難一點看不到 四面那裡要有東西,現在慢慢 現在一直走過去 我們現在走到哪裡了 開始拿起來了… 現在我們… 曬雞錢 不要曬雞錢 曬雞錢 一曬,沒有了,一點也沒有了 沒有了,差了 沒了 一聲一聲,慢慢慢慢走過來 我們往前走 左邊看,前面看 後面的路沒有看 我們是否轉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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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沒有了雞錢,但你們走得太快了 現在你們慢慢走下來 否則你們會很危險 老闆,老闆,一邊躺下來 小心,不要走得太快了 我呢 你不認得到甚麼,甚麼咒 那個咒,師父,郭老師的咒,往生咒 因為你這個往生咒 念下去有功 這個師父,這個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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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師父,我幫我發佈了 希望… 隨緣這些事,我們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只是做得太多就太多了 沒有人快幫我老手了 謝謝 請…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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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我站在這兒 你不是在二樓嗎 不是在這兒 在二樓嗎 在這兒 在這兒 我會不會 但是當我們一開燈想拍攝的時候 就消失了 好,行,叫慢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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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台籍的摄影师都跟我们透露 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都承认有人监视着自己 而究竟二楼所见到的人影 是军人的怨灵 还是工厂死去的工人怨魂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途中 你们都有一些人影 你们的工作人员不以为 那个工作人员但原来又不是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 只有两个摄影师 一个在我旁边 另一个在楼顶上 楼顶上的摄影师已经很害怕 因为他不停有感觉 在他旁边走来走去 但他又不能下去 他说我打他 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看 我们拍摄的时间 因为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一个女生自己 其实我们做了一些摄影机 在他面前 他自己可以在现场看到 但他不停感觉 寒风和感觉 有东西在他旁边 不停地走来走去 所以他们很害怕 当时来说 台板的师傅和我一起 其实他也感觉到 我们两个研究 结果是收队 因为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说 聚集得太多了 没错了 如果引到出来的时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时我们都尊重那边的师傅 他们经验匪我们更丰富 知道那时师傅 都不是很对路了 我们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刚才看到阿慧 他一直在说 什么是开轨路 那是一种语色的 其实是我们的咒语 其实我们留人们开轨路 我们用溪潜 溪潜我们是派鬼差的 是 意思是把这些东西 开的时间 就是让它走出来 就是这样 买通 在我们说的叫买通 就是不要阻止你 是 没错 平时逛街就不要用这些东西 那就逛吧 平时逛街 只要用我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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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贪污 对 因为我们相信 在鬼差里头 有些地方 我们会给他 但假如他没有衣服 就等于失败了 不知道他会生气 或者会有什么 咬出来 所以在安全程之下 就去到那个地步 我们要削 他上去的那时不接见 大小 就是很豪爽 就是很豪爽 其实不是豪爽, 是怕 他多放了 其实刚才他们走过来 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们手上还没有鸡前 没有鸡前 对 有些可能会生气 是的 有些有, 有些没有 是的 我给你, 不给基哥 我生气 我生气 这些不要 不要 这次最终 那么他们是… 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 有没有可以超渡到那些 还是在引起他们 都是… 其实鸡前的东西 我们是超渡一些 给鬼差和灵的 但是如果真正去做 我们其实要化 化才为之 是真真正的修复 化就要你们师父做 没错, 做我们做 我们都… 其实过程中 我们也有做一些 就是说 起码做的东西 你不要跟着你了 到这里为此 我们玩到这个地步 有时候灵界和羊界 大家都有一个规矩 大家都有规矩 它也不是这么野蛮 只要有一件事 大家都很按照 大家的出手方式 其实不会有大问题 河水不犯井水 没错, 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你说过分了 你挑忍的 是 挑忍的令他不能忍受 他玩的 那就麻烦了 我经常说灵 有时候他玩 好像看到有个女孩 他聊一下他 你当听不到就走了 是 你忍着, 死仔 可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你这么活該 其实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 有时候都喜欢玩 其实他可能喜欢玩 他在那里没有伤害 我又没有搞你 不过你来 我就去给你看看 好了, 不要再搞搞阵了 我们不喜欢 你醒目的, 你就走 但是刚才似乎 他们两个人上去 只有一个有感觉 其他… 因为另外一个 他的肌肉照着的时间 对了 他的样子的时间 就是金刚 可能他集中在肌肉 对了, 集中了 所以另外那个 就无意中 承受了压力在他的身上 好 我也想问 我刚才看到 就是阿维姐大反映的女孩 他一直都是戴着帽子 但其实本身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 很多时候 你晚上什么都不要戴帽子 因为遮住了一个颜头 他现在去这些地方 还要做这些电式 你还要戴着帽子 其实是否更危险了 你问了一个很可憐的问题 穿帽子 穿帽子 其实我是有些… 穿帽子 不是, 是要这样做 因为是故意的 不是, 是这样做 所以是不是另一个女孩 她没有戴帽子 不就是没有… 因为师傅已经疼着他们 在帽子上加银针 把银针给他们 给他银针 其实也是一种银针 也是一种银针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有见到灵体是什么 其实我们人有三把火 头地在两边 有灯 对, 没错 如果遮住的时间 他几个没问题 他转着你, 但是… 今天挺聪明的 但你有问题 他也没问题 很厉害 在后面 我们说有时遮住的时间 你的阳气就没那么强 我们放下的时间 其实有…真的 有多数是想让他的强力 再强力 用力接触一点 容易接触一点 所以你问了我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他之前知道吗 做女生知道吗 不知道, 到现在也不知道 播出了就知道了 这一集之后就知道 真可憐 不过没办法 以后好像阿基哥那样大 对, 他太大了 吊酸来带 其实你当时的现场环境 是否严重呢 多不多呢 其实我们两位师傅的感觉 是很强的 尤其在上面 那个摄影师的时间 他打了很多手势 他想走 因为他事后告诉他 一旁在旁边走来走去 他那里的顶部 很容易掉下去 他不知道被人的顺脚一踢 或者掉下去 掉下去 但是有时 鬼越挡案尤其是这样 有时我们真的冒了 很多危险 我们有些去做这件事 其实有时不是我们 很多工作人员 前后的工作人员 和他们探表的人员 其实坦白说 他们真的很勇敢 是 我真的不敢 其实真的值得鼓掌 他们的幕后工作人员 不敢做 不要弄, 自己拿了 刚才师傅也有说过 就是说我们这些阴森的地方 最好自己就不要去 对 譬如晚上就最好不要戴帽 究竟晚上游的时候 还有什么禁忌 是不可以做呢 现在一起听师傅继续说 很多人走到夜街 到底有什么秘技 其实说出来有很多 譬如你不要靠着牆 晚上的地方 或者真的人有三急 走到地方 你不要走得太静 或者连说个对不起也没有 有些人说 我一路吸烟 一路回家 晚上走行不行 有些说不要 如果这样很容易 惹到邪灵跟你回家 不过你放心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你吸烟的烟 和拜神的烟 就是两回事 不可不防 即是说 如果你走到阴暗的地方 你不要拿出来 那个样子怎么样 拿个镜子出来 尤其是女士 用来化妆 或者走到某个地方 看到镜子在阴暗的 或者走到自找自己漂亮不漂亮 分分都照出来不止你一个 后面可能更多一个 今天除了有我们两位前辈 之外还有一个 前辈 前辈 你经常说前辈之外 这位才是前辈 不错 好,我们现场除了有三个前辈之外 有的 有的 也是要说的 今天来的位置很少见 我觉得是… 很少见你这么年轻的风水师 也很帅 其实你入行多久 七年 在七年前开始学 入行大约三、四年 三、四年 你好像只有18岁 不是 22 22 什么 我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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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训练了 我听不清楚 你21岁了 你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学风水了 是 刚才你说你是能量的风水学过一派 是 可以多说一些有什么分别 传统的风水学 一说是师徒师傅的法科风水 他有用符咒的风水 我尽量集中用水晶来摆风水 用天然水晶的能量去调和 我训练了 我训练了 说回上次,就像刚才那样 说那间屋 入到有行器的那间屋 我进去之后 你也看到的 不是 原本是找我去看风水 如何化病 因为她看很多医生都医不好 然后我去帮我化病 看风水的格局 其实那间屋也不太大问题 但她的老婆是外国人 用英文说是鬼 然后,鬼是什么呢? 如何无端说有鬼呢? 然后她老婆指着她的房间 说有个人蹲在那里 然后我过去看 我走到过去,已经有一阵风 有一阵白色的烟 其实很多人都看到那些鬼 多数形态都是烟 白色的烟飘出窗口 直接那个窗帘会移动 然后她之后 除了风水之外 还要用其他方法去趕走她 或是怎样 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善意 好像司徒师傅所说 鬼有善意和恶意 他已经做到 他和她老公两个病 做了两年多 这一定不是善意 所以再用其他方法去教她 Steven也说 你自己本身也有身边 有朋友或者家人 有,我哥哥遇过了一件 很大的事情 那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岁 吓得她穿着半… 穿着一条胶烟通褲 还没穿着就走到街上 她是怎样呢 她住的那里就是金巴利新街 是 其实那堂楼已经全部拆掉 已经没有了 她那时候就住在某一层 那一层里就是有一核房 租给人一格一格的东西 是… 木板间那些 一格一格,一直到尾的那些 她不知道 她租了那里 她是画油画的 是 她画油画 有一天她出了街返去 就被那里的住客罵 罵她什么呢 说她的油彩 你画油画,你不要乱画东西 我哥哥说 画了什么 我画了什么 我什么时候做过什么 是 那个人就带她去看 你猜怎么办 因为只有她一个油画 是 那进去厕所 看到油彩一滴滴了 就在地上 是 但是到她的门锁住 还没进房子 是 那个星盘 是全部油到绿色 是 把一个虾肉式的洗手盘 洗手盘 全部油到绿色 不止 不止 没有纹 没有 你画油彩 有扫纹 就是整个变色 整个变色 变色 像木彩一样焗 对 好像焗油 对,好像焗出来 但是当然 之后有些人用过 就放到这边 但是我的细心在看它 是滑的 怎样油 我心想 真的不是我做的 他说 掌生,你不要再说什么 因为这里 是你肯定不是 只有你一个 油画 麻烦你帮我清洁 他死死地去清洁 是 那又怎样呢 那次是第一次发生的事 好,他回到房子 不以为意 插头,不知道什么事 他又不相信 一定请估 对,他画油画 画完后 他就睡在床上 睡觉 第二天起床 你以为怎样呢 他起床 当然两只脚一踏就踏到地上 踏到一堆好像沙 又像灰的东西 一堆山仔 在正一个位置 其他地方是干净的 只有一踏 只有一踏 但那间屋只有一个人 他的房间 锁了门 他一踏就踏下去 他说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好了,踏到那些东西之后 他就糟糕了 看到什么呢 那些东西之后 我简短说 看到那些东西之后 踏下去之后 他掃了 他都不以为意 因为他自己又吃烟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以为烟灰了 他自己在安慰自己 想很多东西 那些东西搞完之后 就糟糕了 他在窗口里看到头 看到飞头 看到飞头 那又怎样呢 那就开始害怕了 他一看到飞头 他很肯定是飞头 因为他住在最顶那层 不可能有 在窗口外还有什么 在飞来飞去 全宗叔叔把名飞过 他拿起短褲 一拿起短褲 就走 是的 穿穿一边 就已经明天白能 连滚大跑地走到一边 坐到餐厅 穿到一边 他有没有搬呢 他有没有搬呢 他当然搬 但是那天晚上不能搬 那又怎样呢 坐到天罡 天罡回去 没办法 他就敲门 敲旁边左右的门 问 有没有試过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試过 一不敲就自开 一敲 人家旁边一开门 整间房子都是负 全部是负 就是个个都知道 每个都知道 个个都知道 有金钱刀 有没有 总之那些发气 多得妈妈都不认得 那些 原来每个都知道 只有她 只有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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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坏了 然后没有办法 那也没办法 是的 他跟包祝婆说什么 连订也不要 走… 一声就走 当然了,包祝婆 不让她走 不让她走 她真的会走远 她那段时间 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 不会的 是运气不是好 不是好 是的 所以整件事就是这样 其实可能那里的灵 只是不喜欢她在这里 会是… 后来她旁边 有一家人跟她说 你看到的 就是某一个尖沙咀 某一个公园 曾经有个小孩发生过事 所以她就应该有这个关系 对,有这个关系 Gi哥呢 其实我没有那么严重 我也跟她亲身经历 在丹麻牙那里 对,最严重 不是,那里很… 好啊 那个轻弦… 开心的 三个比较严重 我现在的儿子已经30岁了 我儿子30岁了 当她出生… 你来四天多 不,还未到 我出生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唱歌的 走场了 有时候我老婆抱着她一起 跟我走场 我很晚才回去 大概两、三、三、四点 那时候我住在哪里呢? 新界 哪里不免得说了 新界 好了,车停在这里 我走大约10分钟才回到家 每一次去到某个地方 我儿子就哭了 那时候几个月大 很巧合 一定是那个地方 一到那个地方 一到那个地方就哭了 如此之一 很多晚上都是这样 好,接着 我那时候的老婆 就问她妈妈 她妈妈说 行了,我跟你问米 问完之后 我爱母亲怎么打 她说,那里有个阿婆 她很喜欢她的 她很特别 所以她就摸她的脚 一摸她的脚 她就哭了 她就给了一些蓝色的东西 塗了她的脚板 没事了 很幸会有问 就是荣乙的那个阿婆很喜欢 然后这样捉了她 对,捉了她 那不可以 老实说 没有危言送你 又没有客人 我自己这样相信 一定有 但未必一定会伤害你 对 对 那个阿婆是喜欢的 摸她的脚 一摸她就哭了 好了,没事了 现在大家都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每个亲人都很健康 现在很平安 是 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 今天很感谢 很感谢 很感谢基哥 很感谢Steven 你上来我们的节目 也很感谢第一次上来的冯师傅 希望有机会大家再上来 再继续聊天 好 好,再见